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一下我們實際上怎麼樣把他deploy到一個real的server的環境 好,那這邊我們會用到一個工具就是amazon的elastic beanstalk 我們等一下會講一下他是在幹什麼的 不過在這邊的話我們先來講一下 如果今天是一個真正的production的server的環境 好,就是真的是run一個不是這種作業級的app的話 所以你真的要上線這樣 然後是真的要接受這個實際上的使用者的考驗的話 那實際上的deployment環境通常會長得怎麼樣 OK,那我們再來看看說在那個環境之下 那我們要怎麼樣很快速的把我們寫的app deploy到那樣子的環境好不好 好,那我必須要講這個環境其實比各位想像的稍微複雜一點 不過我們要先來一個一個看 就是通常一個實際上的server 我們說這個webserver 他不是一個單一的server 他其實是一個環境 是好多這個包含server 包含database 包含一些network的node的節點 所組成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不會說這個一個webserver 他其實是一個server 他其實是一個環境 可以嗎 好,那這個環境的typical來講 就是長的是類似像這樣子 什麼叫做typical呢 就是除非你的這個網站 非常非常的大 像google這麼大 或是像這個facebook這麼大 不然的話 通常大部分 對絕大部分的這個network來講 你的環境就長得跟這樣子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叫做typical 可以嗎 或者是說你的這個website 基本上就是正常的website 你並沒有做一些非典型的事情 不是一些很特殊的 專門去做某一種事情的website 就是general purpose這種website 那基本上來講 那你的架構呢 差不多你的環境 差不多就是長得像這樣 OK 那這個環境呢 包含什麼呢 就是這個user的request 從這邊進來 這就是有點像是你家 你家有不同的地區 那首先會進來的 你第一個會處理的事情 就是要想要把它經過這個internet route到你家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就會有第一個component 這個環境裡面 你可能會有一個這個 在typical的環境裡面 可能會有一個叫做route balance的東西 這個route balance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幫助這個user的request 從他的那台電腦 比較好的 或是比較有效率的 或是用比較好的方法 然後來route到你的家門口 你的server的門口 那為什麼需要有這件事 因為不是就是網路上來做就好嗎 其實你是需要考慮一些事情 比如說通常一個網站 我們常常會說一個網站 受到攻擊了 對不對 或是說他有時候 受到殭屍網路的DDOS 就是distributed deny of service 那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網站 做一做一做一做 然後你發現 有些人想要take down 就是把你這個網站 塞爆這樣子 OK 那他怎麼塞爆 他可以這個 對 試著呢 去這個殭屍網路 這殭屍網路 可能就是受到一些 這個木馬城市啊 或是一些病毒 那感染的那些那些城市 然後要他們呢 在同一時間 送一個request給你 那如果那個殭屍網路很大的話 那你的網路可能就不堪負荷 這樣 那你的網站就掛掉了 OK 這個屢見不顯 常常會有這種事情 所以你的網站呢 通常我們架起來的時候 你如果真的是面對這些 廣大的網民來講 通常你多多少少會希望 有一點抵抗能力 這樣 OK 那這個你可以靠著這個 你的整個網路的結構 你這個你家的內部呢 是比較scalable 就是來10個user也不怕 來100個user也不怕 來10萬個user也不怕 OK 那但是呢 有時候除了本身 你的這個 裡面的這個server的這個architecture 是scalable以外 有時候呢 你其實不是死在你家裡面 是死在外面 就是大家要來你家的時候 那發現那個routing path呢 routing的這個path呢 在某一些區段呢 只有一兩條路而已 OK 所以人家要把你的網站這個takedown 把你的網站這個塞爆 其實很簡單 它不是要塞你家裡面 它就把你來你家的那唯一的兩條路塞滿就好 這樣知道意思嗎 比如說你家要來你家就是要過兩條橋這樣 它就把那兩條橋上面全部都塞滿人就好 可以嗎 所以它就要這個殭屍網路呢 在那兩個橋上面 不斷的傳很大的這個 譬如說圖片這樣 OK 然後把那兩個link塞滿 那你家就進不來 那你家進不來 你裡面的這個東西 就算是你設計得很好 你安排了很多server 其實沒有用 這個request就卡在外面這樣 所以你為什麼要在routing這個level 在routing這個level有一個balance 就是希望說 有多可能有多條路可以來你家 OK 那如果你發現了某一條路呢 那走的那些人 其實有可能是殭屍的話 那你就把那條路上面 那些殭屍呢 這個request全部清掉 然後讓這個正常的user 從另外一個path dynamic route進來 那這就是route balance 可以嗎 那這個route balance 跟你的這個server這個內部呢 跟你寫的code其實沒有關係 它這個網路的節點 那是你要知道有這回事 你要知道你可以使用這種東西 那它可以讓你的這個網路 讓你這個網站 那比較不容易受到一些攻擊這樣 可以嗎 這是它的第一個用途 那第二個用途是說 它可以幫助你減少你的這個網站的 這個不必要的這個運算 譬如說 我們在我們網站有分這個dynamic resource 跟這個static resources 對不對 那static resources 其實不見得要進到你的app去serve 你可以交由某一些這個cdn 就是所謂的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去serve那些static file 那些static file不常變 你懂什麼嗎 不是說你每次request 可能看到的都不一樣 你每次request post的時候 那些post可能會不大一樣 對不對 隨時隨地會有人加新的post 可是如果今天是css file 或是image的話 比如說我們這個weathermoon 這個背景圖 那其實不大會變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交給cdn 根本不用route進來 你的這個web server 讓node.js做 連這個computing都不用 你就交給cdn 那cdn全名是什麼呢 cdn全名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這個名字大概身為是資工系的 大家要知道一下 這個是非常基本的一個common sense 就是它基本上是 這個cdn是一種這個 它其實是一群server 那像amazon的話 大概就是代表了 就是大概100台 具有routing capability的 這個server 就是router 散布在全世界這樣 所以當你今天把你的 這個static的file 放到這個cdn的話 它會把它放到 全世界100多台的router上面 OK 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從台灣 想要去access那個css file 或是那個image file的話 它會去試著router到 最近的那個router 然後從那個router上 然後serve這個檔案 所以其實根本不用來你家 你家可能deploy在 你這個server可能deploy在美國 或是deploy在某個地方 那你如果有cdn的話 那等於是你的staticfile 可以從全世界 這100個節點裡面 找最近的去serve你的user 可以嗎 那這些cdn呢 可能它的source 都是在某一個很大的storage裡面 去散布出去的 在這個storage 譬如說像這個 這個hadoop的filesystem 或是amazon的s3 那基本上staticfile 如果在一個typical的environment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些優化 就把它放到cdn上面 靠著router的edge server 放在全世界的端點上 離端很近的這個server 叫做edge server 不是在云裡面 而是很深處的 是在離user很近的那些router 直接找最近的serve 可以嗎 好 那有了這個route balance的時候 那很好 就是進到你家的 進到這個這個你的server 這個backend的 就是只有那些dynamic content的request 對不對 所以你希望你就可以少很多處理的cost 對不對 那even是dynamic content 那可能也會量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prepare 你的server的architecture 是scalable的 可以嗎 是可以處理這些很大量的資料 even只是只有dynamic content而已 那這邊呢 首先你可以有的就是一個low balancer 這個low balancer呢 你可以把這個traffic分到兩群 或是甚至是三群 或是三群以上的availability zone 裡面的這個server 那這一群server跟這一群server 分別放在兩個availability zone 那什麼是availability zone呢 基本上就是說 它是一個區域 所以這些machine集中在一區 這些machine集中在另外一區 這是地理區域 他們這地理區域是隔開的 那為什麼要分在兩個地理區域隔開呢 你可以去算就是說 如果是停電的話 那那一區不會跟這一區同時停電 因為他們可能在這個發電廠裡面 是有兩個不同發電廠供電的 所以不大可能會有兩個都同時停電的情況 所以兩個都同時停電的話 你的server就掛了 可是如果你可以把它很精密的算 實際上這個電廠的這個位置 然後你把它放在兩個區域 然後要嘛是這邊斷電 要把這邊斷電 可是不會兩個一起 那這樣時候你就可以大幅提高 你server的這個所謂的availability 什麼是availability呢 就是這個可得性 就是user呢 如果每次下request 那你的server都活著這樣 OK 那每次都下request 就是high availability這樣 可以嗎 那你要知道是high availability 這個不是 唾手可得的 其實基本上是你需要 你需要在你的server這個位置的planning上 那你可能需要把兩組server 放在不同的兩個availability zone 那甚至更多這樣 好那至於哪個request 要繞得到哪一個這個availability zone上面的machine 那就可以交由這個low balance來決定 可以嗎 那這個low balance depends on這個它的capability 它可以是非常非常這個high throughput的 非常非常貴的一個機器這樣 也可以是一個小小的low balance 那它在這個operator的這個OS 在OSI的這個level也可以從L3 就第三層IP 看IP 或者是直接看到第七層 就是這個真正的HTB protocol 甚至裡面的URL content 它可以based onURL要的resource去做low balance 或者是它可以看IP去做low balance 都可以這樣 那你可能需要個low balance 然後把東西分佈到兩個availability zone裡面的machine 那確保high availability 好那接下來如果你有availability之後 那你要確保的是scalability 就是在每一個availability zone裡面 它真的可以有很高的這個 同時資源很高很多的user的request 那你怎麼做呢 你可能在這個一個availability zone裡面 你可能真的這個request 然後交給某一個這個web server去做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node.js 基本上如果今天它serve這個restful的這個API的話 那基本上是可以有這個scaling的能力 對不對 我可以開好幾個這個node的server 或是好幾個core vulture machine的core 然後我就可以serve這個很大量的request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你還是需要一個這個 在singleavailability zone裡面的一個類似low balance的東西 好這個我們通常會稱它叫做所謂的reverse proxy 那我們知道proxy是什麼對不對 proxy基本上就是一個網路節點 它是面對的是client那一端 就是client如果有多個client 送了同一個get 要get同一個網頁的話 那個proxy可以自己把它自己裡面catch的東西 同時回這兩個client對不對 那reverse proxy是面對server的proxy 換句話說就是說如果今天你可以把它想像 它就是一種low balance 就是如果這邊user有request過來 他面對server他就說 好他決定說那這個server決定是誰 哪一個真正的web server要做這樣子 就是reverse proxy面對這個web server 然後去dispatch這個進來的這個工作 給這個裡面的server去做這樣子 可以嗎 比如說只要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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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開頭的這個IP 一結尾的這個IP address就可以第一台做 二結尾的這個IP address就可以第二台做 這是一種分法 你懂什麼 這是告訴你說reverse proxy可能可以這樣做 可以幫助你去做到這個scalable 去控制這個scalability 那這邊的話reverse proxy的功用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low balancing 那它有好處就是它可以做catching 比如說某個這個web server 它return了一個resource 那這個resource其實沒有變這樣 那這個reverse proxy可能就可以直接 這個request到它這邊的時候 它就直接回了 連分都不用分這樣 那它可以做一些acceleration 就計算上的加速 比如說如果這個user這邊 它當時連進來的時候 就是透過https 那https的話 你需要這個去解密 去解這個SSL的這個風暴 那這邊從requestbrowser出去之後呢 一直到比如說到reverse proxy這一端 那可能都是這個加密的 所以要在reverse proxy解密這樣 那你也可以說要一直到 經過這個reverse proxy都是加密 一直到server這邊我才解密 可是server就要負責解密的動作 OK 那這個時候如果reverse proxy的implement呢 implement非常快 然後是很low level 然後做得很好的話 那在這邊解就會比較快 這樣就可以省掉這個web server的cost 這樣可以嗎 所以它在某種程度上 可以幫你做這個加速這樣 因為這個reverse proxy 它可以專門implement 就只做少數幾件事情這樣 可以嗎 好 那有了這個reverse proxy之後 那接下來就是 再到你的這個server 那這個server的話呢 就是我們平常你可以想像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 比如說node.js的run time 那它可能是這個docker的container 這樣子 它是一個docker的engine上面 可以run這個不同的docker container 你就把你的container丟上去 把你的image丟上去 然後run起來 你基本上就有一個這個web server 那這個web server 可以是好幾台 這樣 你可以做這個scaling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那你在access這些 在執行這些 這些 你的這個app的邏輯的時候呢 那可能呢 後面它可能會access一些data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寫的話 是access的file system 可是你可以知道 這不是長久之計 對不對 那實際上來講的話 真的比較常見的就是access database 這樣 那database的話 很難去像這個web server一樣說 我要開幾台就開幾台 因為它有存data 這樣 所以你data如果 如果開10台 你的資料就會散佈在10台 那誰要來update 你說10台都update啊 那其實就 你乾脆就集中在一台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 通常database是很難去scale out 就是我用好幾台去達成這個 倍數的這個performance的成長 通常都是拿一台這個supercomputer 就是比較capable的computer 去run這個database 那run的話其實它都是 有時候會做這個disk access disk access 畢竟還是慢 所以這邊可能會有一些catching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通常這個web server 在介於database跟web server之間 會有一個memory的catch 然後先看看memorycatch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才去database找 可以嗎 你可以看 就是說不管是這個availability zone 或者是這個availability zone 如果真的要accessdatabase的話 那優先都是先來這個database 對不對 那不行再來這個database 所以這個是single 這個master database 老大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不是有兩台 所以他就可以access它 那這一台叫做slave就是備用 他只是不斷的這個後端 不斷的periodic 把master的東西 copy到這個slave 那目的是幹什麼 目的不見得主要是加速 只是說如果萬一這個availability zone 掛了 比如說停電或是大地震 那這個availability zone掛了 那因為我們是有地理上的格局 所以這個availability zone 可能不會掛 那這個時候不會掛的話 這個slave就可以變成是master 然後接下來request就可以route到 這一個availability zone 去繼續執行 那你的service就不會因為這邊停電 或是地震就中斷 可以嗎 所以通常是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架構 那這邊你就會發現這個environment 其實還蠻複雜的 對不對 好那這邊也有一些這個 這邊是database 那也有一些這個觀念 就是說 在這個environment裡面 其實有些東西是可以scale up 有些東西是可以scale out 那什麼是scale up 跟什麼是scale out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要做scaling 不管是up或是out 就是希望說如果今天的request變多了 好那我的這個server呢 我可以動態的去增加我的這個computing power 對不對 好那去serve這個因應這個變多的這個流量 好或是request 對不對 好所以我的throughput呢 可以我永遠可以滿足我的使用者 因為我的使用者很多或是很少 那當我的使用者很多的時候呢 我就希望可以scale 那scale有兩種方法 scale up的方法是 好我藉由去升級我的這個machine 好比如說我的machine呢 原本今天呢 這個這個cpu呢 只有是2GHz 好那平常的時候是run 2GHz 那如果發現這個user的流量提高的時候 好那我就動態的把它provision到4GHz 這樣OK 好那這個叫做scale up 可以嗎 好那什麼是scale out呢 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平常的user呢 好那request不是很多 那我就開一台machine就好 好那如果今天變多了 我就開三台這樣 好那三台的話是distributed的 去process request 對不對 好所以他就是scale out 可以嗎 就是more than一台machine的意思 好那你可以發現呢 某一些這個這個環境裡面 某一些節點是不能夠scale out 有些是可以scale out 那就只能靠scale up這樣 可以嗎 好比如說像這個這個database 通常就很難scale out 通常都是scale out 所以如果你這樣會知道 就是如果你今天這個流量變大 或是你的網站間間變大的時候 你的database run database 的node可能就是要是那種 比較powerful的node這樣 可以嗎 比如說不是那種普通的這個commodity machine 可能要是工作站等級的這種machine 這樣子 好那有些東西就可以scale out 比如說我們現在目前學的就是node.js上面的這個 這個server基本上就可以scale out 因為如果你前面這邊的design是father restful的話 是stateless的 那這邊你要run多台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OK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可以租這個比較便宜的machine 然後run多台一點這樣子 那就可以達到這個你要的這個scalability 可以嗎 那有些node是scale up 其實是scale up 那這邊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像這個slave 這個slave我們雖然剛剛說他平常的時候是不斷的在這個 這個copy這個master現在的data 對不對主要這個改的話還是要往master這邊改 不過這個slave他也可以負責分擔一點這個read的request 如果今天這個request竟然他只是要readonly的話 不是真的要改東西 那其實不用回到這個另外一個availability zone 然後去改另外一個availability zone的這個database 他基本上在這邊就可以serveread這樣 OK 那這邊有這個read的加速的效果 可是如果write的話通常還是會回到master去做這樣 好 OK 所以這是一個typical的這個webserver的environment 不是一個single server這樣 好不好 大家要先要有這個概念這樣 好 那換句話說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把東西deploy到一個環境 那你一定要有剛剛的這些solution 一定要有這些node這樣 比如說route balancer啊 cdn啊 storage啊 low balance啊 reverse proxy啊 webserver啊 memcatch啊 dbms啊 OK不是說一定要有 應該不是說一定要 就是說最好是有這些東西這樣 那事實上一些稍微有能見度的網站 通常都會有這些東西 OK 好 那solutions有哪些呢 那這邊我們就分兩個好不好 我們都知道這個amazon呢 它有個aws 就是amazon的webservices 它是一個軍火庫這樣 它有非常多services 那基本上如果是以low balance來講 它就有route53 cdn的話它有cloud front storage的話有s3 low balance有elb 那webserver的話有ec2 這樣 然後這個mancatch的話有elasticcatch dbms的話有rds 那我想這個大家這個名詞很多對不對 我這樣講講講講講講講說 哇怎麼怎麼頭這個 這個頭腦腦脹 不過這些東西其實大家碰久了 就是你如果是志工系的 碰久大概多多少少就記起來了 這樣子 這個這個這個還蠻common的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這個課外讀物了解一下 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畫紅色的是比較重要 就是你以後在你的career裡面會常常聽到 你至少多多少少知道一下 那也有不是amazon它是open source 或是其他廠商的一些service 譬如說route balance的話 除了route53 amazon有route53 那還有另外一個很有名的公司叫做cloudflare 這樣 它就是專門幫你用route 解決一些像ddois attack 或幫你做cdn的這些service ok 那像以cdn來講的話有cloudflare 那也有像google的cloudcdn 一樣它就是做cdn的東西 幫你加速你的staticfile的service ok 那storage的話呢 要比如說像s3 它是一個scalable的這個storage service 那如果你是open source的話 有這個hadoop的filesystem 也是可以 那這個你要自己架這樣子 那low balance的話呢 這個elb 是這個amazon的solution 那你如果要自己架的話 有open source的project 就是這個nginx 是apache開發的這樣 那reverseproxy的話呢 到aws倒是沒有一個這個 至少我知道的是沒有一個這個 完全就是在做reverseproxy 那不過通常來講的話也 這個就是大家就是把它安裝這個nginx 在ec2裡面就好了這樣子 所以你的webserver就會有reverseproxy在前面 然後後面是這個 你run的這個 比如說node.js的runtime 所以在前面可以有個reverseproxy 幫你做一些加速這樣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可以嗎 那你的webserver 比如說你的jsruntime 要run在哪裡 你就run在這個ec2上面 ec2你該不會想像 就是virtual machine這樣 可以嗎 那這個virtual machine 你可以灌這個 安裝這個dark 就可以run dark 那這個amazon呢 已經有那種ec2是幫你preload好dark的 所以你就要選它 那基本上把它run起來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在上面 這個放你的image 然後run這個container 非常的簡單 就下幾個指定就好 那這個webserver這邊的hosting 你如果不喜歡用ec2的話 也有像比如說像heroku這種 那這個catch的話 mancatch的話呢 像這個open source很有名的 比如說像radis 或者是mancatch ok 那這個aws有這個elasticcatch 那compatical either是這個radis 或者是mancatch ok 那database的話呢 這個aws有這個rds 就幫你去做這個master啊 slave啊 之間的這個設定啊 然後某些東西如果是read的話 slave也可以幫忙分擔啊 那master改的那些東西呢 periodic要送到slave裡面 確保就是說如果master 因為地震死掉的話 slave就可以趕快地 繼承變成是這個master這樣子 那這些設定呢其實還蠻繁瑣的 不過這個rds 你就幫你幫你幫你 就是你只要做這個control就好 實際上的操作就有它幫你handle掉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架一個這個 這個database server 那譬如說你可以有這個postgres sql啊 那mysql啊 或者是mangodb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是一些其他的選擇 ok 那紅色的部分是 是這個 比較通常是以現在來講說 你如果真的需要這個cloud computing 幫你host 你比較可能會用到的service ok 好 那 所以你會發現呢 這個 在production 就是真的 真實這個環境 一個server 其實 我們在講說server server 其實就只是在講這個webserver 可是其實有很多其他的component 對不對 那你的server 你的webapp deploy到哪裡 就deploy到這個webserver 所以如果你是用amazon的server 就是deploy到ec2 這樣 那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ec2呢 其實有這個amazon有這個可以有Docker Engine的ec2給你 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image直接傳到這個ec2 然後把這個containerrun起來這樣 好 那這個Docker 這種Docker呢 by default它還有這個enginx install 所以每一個這個ec2呢 前面在真的在接這個low balance的時候 其實就直接是先pass到enginx ok 先pass到reverse proxy 然後如果reverse proxy沒有辦法catch的話 才會到webserver 所以這個是應該是 算是還蠻常見 而且是一個high performance的combination ok 好 那除了reverse proxy跟webserver 那其他的怎麼辦 其他的有時候 你說不定連聽都沒聽過 今天才知道說原來有這回事 這樣對不對 那我要deploy到我這些全部都要有 那怎麼辦呢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elastic beanstalk就派上用場 好 elastic beanstalk其實這樣 就是說 它讓你呢 這個create一個environment 就好像呢 就是只要下幾個指令這樣 因為它反正知道說一個website的架構 typically就是這樣 ok 所以你就只要下一些指令 ok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有大概有兩種這個環境 你可以快速的就幫你build起來 好 那第一種環境呢 基本上就是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有一個route balancer 好 然後進來之後呢 有個low balancer 好 這就是elb ok low balancer進來之後呢 好 那這邊你會看到 他把這個machine呢 可能放在一個availability zone 也可能放在兩個 也可能放在三個 你可以設定 by default是一個availability zone 這樣子 好 那在這個availability zone裡面呢 它可以做autoscaling 好 所以這邊你看看 黑色的是autoscaling group 你可以跟他講說 如果在這個autoscaling group裡面呢 這個我的webserver要run幾台 這樣 那你可以說最小是一台 最多是四台這樣 那平常的話log很少的話 就幫你放一台 好 那如果是發現說 這個user有漸漸增加request增加的趨勢 那一台沒有辦法負荷的時候 他就自己加開兩台 那三台 四台這樣 可以嗎 好 那這些東西呢 基本上還是這個secure 在網路上的話 這個網路的security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elastic beanstalk呢 除了幫你create這個scaling group以外 好 它也會幫你把你這個server secure起來 就是你看看它這邊有一個紅色的security group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想像就是一個firewall 這樣 就是在這個security group裡面的這個node 很容易可以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好 可是要跨出去的話呢 除非你有開這個port 好 不然之你是沒有辦法跨出去的這樣 好 它會自動的幫你把database呢 包在一個security group裡面 好 然後這個所有的web server 包在一個security group裡面 好 然後他們之間溝通呢 就只能這個security group 跟這個security group 溝通 其他的machine沒有辦法進來這個security group 好 所以你東西就會變得很secure 不容易被這個hack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那elastic beanstalk 有另外一個deployment 他知道說很多人其實 東西deploy的時候還小嘛 其實也真的不用elastic low balance 好 那也不用這麼多machines 好 那autoscrolling group也不用了 就一台而已 這樣 你真的真的非要不可 大概就是那個router這樣 可以router進來 對不對 好 那router進來之後呢 要有一台web server 可以serve它 然後可能要一個database 這樣 這樣就夠了 好 那這也可以這樣 你用elastic beanstalk的話 你也可以create這種比較簡化的environment 好 這個叫做single instant environment 你可以說它是staging的environment 好 剛剛這個是production 好就是有low balance 有multiple availability zone 這個是production 好 那這個所謂的staging environment 指的就是說 介於developed environment 跟production之間 跟你希望把這個environment 放在實際上的這個amazon上面 跑一跑 而不是放在你local的這個環境跑 OK 好 所以它是一個中介這樣 你可以剛開始的時候 你就create這個staging 就好 等下你真的確定這個東西 有人要用 你有user 然後這個user還蠻喜歡 你確定要真正的這個 開始把它當成一個事業在經營 就可以把它switch到production 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各位如果要這個 試著要把你們自己寫的project deploy的話 那我是建議是 你就先選擇這個staging environment 可以嗎 等下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很簡單的 就把它變成是這個 production environment OK 好 那 怎麼用呢 怎麼樣去create出這樣子的environment 因為你知道 even是這個staging environment 其實都還有蠻多設定 比如說availability zone 你的security group 對不對 你的router DNS 要怎麼樣可以route進來 怎麼樣讓它是 你的app.elasticbinstock.com OK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你會發現如果有 elasticbinstock 就是很簡單 第一件事你要把這個 elasticbinstock裝起來 那裝它的話 你要先申請AWS的account 這樣子 好 那你說這有什麼好講 有 有好講 因為這個AWS account 在申請的時候要信用卡 OK 好 那這個 我知道這個不是每個人都有信用卡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要求就是說 你每一組 你申請一個AWS account 就好 可以嗎 就是你們一組你想辦法 申不出一張信用卡 這個應該不難啦 好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 我要輸入信用卡 卡號是不是就馬上要付錢 沒有 你不用付錢 因為對於一個新申請的AWS account 好 你有免費一年的這個 這個 這個free tier的額度 好 什麼是free tier的額度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free tier 基本上是這樣 如果你去這個打這個AWS 然後free tier OK 好 那你也可以看到說 什麼叫做free tier呢 就是 基本上對一個新的使用者來講 好 那 如果你今天你的使用的這個額度呢 落在某個底下 比如說 你的EC2呢 好 一個月開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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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r的數是750小時 好 那換句話就是你每天開這樣子 就開一台 一個月開一台的話 那基本上那一台是免費的 好 在前一年 那知道意思嗎 你如果用這個Amazon S3這個Storage 好 那只要是5GB以內 好 是免費的 你的RDSHour 你可以開一個Database 然後750小時 750小時 大概就是每天開 開一個月這樣 好 那就是你可以有一台RDS 每天開是 在前第一年是免費 OK 這個細節大家可以自己看 好不好 那不過正常的 以這個學習來講 第一年這個free tier 就是夠一般的學生 在第一年的時候就是免費使用 那萬一你超出了怎麼辦 超出的話 support就要付錢 所以他會從你輸入這個credit card 去扣款這樣 好 那不過你也不用擔心 你是學生 你現在還有這個 學生的這個email帳號的話 你可以去申請一個這個AWS Educate 這樣 那他就會送你一些免費的錢 萬一你超出去的話 可以從這邊扣 不會真的去charge 這樣 可以嗎 好 好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如果你申請完了一個AWS Account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那個AWS Account的名義去 deploy你的這個 這個web app到一個environment裡面 好那第一步你就要先把這個 elastic beans裝起來 那elastic beanstalk 它是一個comment line的tool 不過它是用python寫的 所以你要先把python的run time 裝起來 那python的run time 在大部分的system都有 像mac 或者是linux 基本上你打python 基本上裡面 就有這個python的run time 那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就是你可以 比如說你去這個anaconda 它是 你就follow這個連結 然後把這個python的run time 裝起來 那裝起來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install這個AWS的cli 就是comment line tool 好那所以 就到comment line裡面 你去打pip install pip的話就是python版的npm 這樣 好所以你就可以pip install 然後後面upgrade 就是說萬一這個東西 我裝的是舊版 順暴upgrade 然後後面就說我要install的是awsebcli 這樣 這個是這個package name 這樣 要把它裝起來 那裝起來之後呢 你要確定你的eb是可以跑的 好不好 所以你就在你的這個comment line裡面 那如果你今天呢 你打ebversion 好那你去確定這個eb是可以跑的話 比如說 要告訴你說版本是 那就表示你的eb成功被裝起來 可以嗎 就是elastic beanstalk被裝起來 好被裝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做deploy的動作 好所以deploy的動作怎麼做呢 你可以去一個有git management的folder 比如說像我們的這個weathermoon的server 這個資料夾 好然後calleb.init 就把它initialize起來 就很像是我們這個npm init對不對 這個用法其實都類似 好那 基本上init做完了 我就不做了好不好 你們就自己試試看 好那基本上做這件事情呢 就是跟這個aws講說 你對於你未來要deploy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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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的application名字叫什麼 你就create了一個elastic beans的application 它只是一個idea而已這樣可以嗎 好那create的idea還不夠 就是你create完了之後 你還要create 這個application要deploy到哪一個environment 好所以environment是真的要開始就做我們剛剛講的那些environment 包含像什麼lowbalancing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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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erver啊 好然後這個這個database啊 這個creation這樣子 可以嗎 好那你真的create個environment 好那那這邊的create environment呢 這個elastic beans talk 讓create environment這件事變得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說eb.create這樣 好然後看你是要create production 就是有那個lowbalancing跟autoscaling 或者是single node的版本 好如果你只要single node的版本 你就加dash-single這樣 他就直接幫你create一個instance 沒有lowbalancer也沒有autoscale了這樣子 可以嗎 好那這邊有一些他會問你一些問題 比如說你希望這個environment叫什麼名字啊 好那create完了之後呢 你到這個awson console 你login到這個你打awson console 然後login進來 在你的service裡面 好你就會你進到這個elastic beanstalk裡面去看 好那你就會看到你create的environment這樣 好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已經世界好create好兩個environment 一個叫做weather mood-production 一個是weather mood-staging這樣 好那你可以分別繼續看它的configuration 比如說staging的話 你在configuration這個type裡面看 你會發現說好有沒有scaling呢 它是single instance 所以不需要scaling 好那開了幾個這個ec2的instance 一個它的type是micro就是那個最便宜的那個instance這樣 那這個有沒有其他的這個選項呢 比如說有沒有database呢沒有這樣 可以嗎 好那你如果可以回到這個production去看的話 我們回到production另外一個environment 比如在這個production裡面 好在這個production裡面呢 你進到這個configuration 好那你就會發現有沒有scaling 有 好它是autolowbalance 或者是這個autoscale 好那你可以看 你可以在這個裡面很簡單就可以設定說 那我今天的autoscale最低這個server數要開幾個 好比如說我們設一個 那最高要幾個 那這些呢不管你開幾個呢 是要run在幾個availability zone 對不對 好那幾個availability zone呢 你可以選擇像這邊選擇是any這樣 就是說下面這邊呢有三個availability zone 那你開一台的話呢 它是在這三個裡面隨便一個 你開兩台的話呢 是在這三個裡面隨便這樣 所以有可能兩台的時候呢 開在開在同一個availability zone 那你如果不喜歡的話 你要確定說至少有兩個availability zone 你可以把它改成是any2這樣 那改成any2的話就是 一旦你開兩台以上的話 它會確保的是這兩台一定會佔兩個availability zone 這樣可以嗎 那any3的話代表的意思是 一旦你開三台它會佔三台 三個availability zone 可以嗎 那通常三個availability zone 其實你的availability就很高了 因為三個availability 要一起掛的機率 其實是非常非常低的 這樣子 好 那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production 跟single incident 其實在設定上 它的不同 可以從這個dashboard configuration 這個dashboard螢幕聊來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比如說在network tier 有沒有一些 在production也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就是low balance 所以你一旦這個 有request進來的時候 它會平均的分散到你目前所開的 這個web tier的 這個ec2上面去這樣 可以嗎 好 所以 藉由這個create 基本上就把你的這個code 就是包含dark 這個 一併就傳上去了 這樣 當你今天在code 這個eb initialize 它會是偵測說 你的這個project有沒有用dark 那如果有的話 它就會知道說 所以我要deploy的時候 時候 我要把你的這個dark image上傳 這樣 它其實不會上傳你的image 它會上傳你的source code 然後在amazon那邊 去包你的image 然後去把你的node.js 那個image先拉下來 然後執行平dark file 然後包成一個image 然後就在elastic beanstalk 在ec2上面run起來 這樣子 可以嗎 那一旦run起來之後 你想要terminate它可不可以 可以 你就是打eb terminate 然後跟它講那個environ的名字 你當時create的那個environ的名字 就好 你在這個eb create的時候 它會要你輸那個名字 你就把那個名字記起來 你就是可以去terminate它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 你可能會改code 對不對 好 所以一旦這個 把一個environmentcreate出來 就run起來之後 好 那如果你未來code有改怎麼辦 好 那其實很簡單就是 這個 你就 確定一下你改的東西 好 那是 有被卡密進去 那卡密完了之後 你就打eb deploy 然後後面接這個environment的名牆 就好 OK 它就會把你最後一次卡密的change 好 然後上傳到這個 新的environment裡面去 可以嗎 那這邊要注意一下 這個eb是跟 git整合的 所以你如果沒有commit的update 好 eb是不會把它deploy到 這個 新的環境上面 可以嗎 所以你一定要先做這個commit的動作 好不好 好 那你有時候可能這個git上面有不同的branch 對不對 你不同的branch 你希望可能可以commit到不同的這個environment上 好 那你也可以做這件事 比如說你就可以switch 先check out那個branch 然後寫 打這個eb use 好 所以在這個branch以後 by default 這個deploy 就會deploy到那個environment上 就不用在這個branch裡面打這個env這個部分 就直接打eb deploy 好 它就會直接把它commit到default的那個environment 這個branch default的environment 你可以為不同的branch設定不同的default environment 可以嗎 好 那這邊的話我就不操作了 好不好 各位自己follow一次 因為有些步驟其實會蠻長的 比如說你eb create 這create起來可能會花10分鐘的時間 因為它要把所有我們剛剛講的那些node都create起來 那有些東西其實會花一點時間要設定 ok 好 那我希望各位做這個東西還順利 不過你如果在你的AWS上面 你在這個elastic beanstalk 這個service裡面這個elastic beanstalk 那你如果看到它run起來 然後基本上是綠色的 基本上代表就成功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實際上看看這個deploy的結果 好不好 那在project裡面呢 我們會先要去這個weather moon 就是clineside的這個project clineside的project 然後先確定在source裡面 這個我們當時這個post 你的這個url呢 是指到這個你create的這個 這個新的這個deployment的環境 好 那以elastic beanstalk來講 那比如說我今天是production的 那就它這個 基本上它的url就是 什麼什麼什麼點elastic beanstalk.com 這樣子 ok 那就是它的host的名稱 那前面是什麼呢 前面有兩個地方 你要注意第一個呢 第一個點之前是 你的這個environment的名稱 就是你當時在這個create這個environment的時候 他會問你一個environment名稱 那個名稱呢 就會是你的這個url的第一個部分 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 當你當時你在initiate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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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application 他會問你說這個application要run在哪一個區域 好那這個時候有很多區讓你選擇 比如說us的這個東區有123 那西區有123 你可以自己選擇看 好那這邊我們選的是us west2 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時候你的url的host的名稱 就是weathermoon.productions 就是你的environment名稱 加上你你run在的這個區域名稱 然後點elastic beanstalk.com 可以嗎 那後面是你自己定義的這個url的位置 好 那確定這件事情 把你的url是指對的 好 好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在這個project裡面 好然後重新run一個這個webpack 然後重新run build 你可以說run這個npm build這樣 好所以讓他重新的把這個code 包在這個distribution裡面的這個index.bundle.js裡面 可以嗎 那有了這個update的這個distribution這個資料夾之後 你做的第二步是把它copy到這個server的distribution這個資料夾 可以嗎 好看來就是這個資料夾 好 那create到這個資料夾之後呢 好然後接下來你在這個資料夾裡面的git call commit 那確定這個destination的東西是commit上去 commit在這個local的這個branch裡面 好然後calleb.deploy ok 好那你開賽的這個update 就可以deploy到這個server 可以嗎 那你server的部分的話你可以去改它 然後一樣記得commit 下ebdeploy這樣 可以齁 好 那如果你這樣改的都基本上都沒有出問題的話 那你就實際上就可以到這個server上來測試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它deploy在這個production 也deploy在staging 我們就隨便選一個好不好 比如說我到這個weathermoonproduction上面 然後點uswest2.enlatsbinstore.com ok好 那點擊之後你就會發現 欸我們的這個weathermoon的這個project 就真的run run在一個server上 可以嗎 而且它有lowbalancer 它有autoscaling 可以嗎 好所以其實啊 就不大容易被take down 不是說就是歡迎大家來攻擊我們 我是說其實這個東西其實就 它是production ready的 好就是是 是 somehow 是在某種程度上是scalable 這樣 ok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 我們的這個network request 它的performer大概是怎麼樣 好比如說我今天去refresh它 ok 好那你會發現這好快 因為我們有catch 這樣你把catch disable掉 我們重新refresh一下 你會發現就變慢了這樣 那原因是因為它就跑到這個美國的這個西區 去要東西 好然後再回來 所以一個round trip大概就100個mini second以上 這樣可以嗎 好那你就發現好像跟這個local比起來 就就有一些速度上的差別 對不對 好但是你至少可以確定就是 哦好那基本上 它是run在 真的是遠端的server傳過來 這樣 ok那你可以在它上面 比如說加一個這個 這個 post 好那還可以看到它是真的可以percease 在server上 好我們refresh一下 好那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goodday還是在 可以嗎 好那原因 但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因為 Docker的關係 就是這個 記不記得 Docker它的改動 是local to那個container 所以一旦你的這個code有改動的話 你重新deploy 那它會把舊的container kill掉 這樣子 那最難的kill掉 這個post就不見了 所以下次再開一個新的container的時候 它又是從新的開始 這樣可以嗎 好那這個問題不會不會太嚴重 因為我們之後會把這個我們的backend 就是這個後面這個真的做這個post manage的部分 從這個file搬到database 可以嗎 所以這個問題是不會太長這樣子 只是說這邊的話 你們在deploy的時候 你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ok 好那最後我就稍微提一下 就是說基本上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typical的environment 好那如果我們用這個amazon的service來換畫的話 你可以發現就是可以畫成是這個樣子 OK 好 那這個雖然這個by default elast beanstalk 只會幫你create一個availability zone 可是你要讓它是多個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你進到這個production裡面 好那只要你有這個load balancer的話 好那你在這個configuration裡面 OK 好在scaling的時候呢 好你選autoscaling的時候 你就選比如說any2或是any3這樣子 可以嗎 好那這個時候你如果開的是多台的這個machine的話 就會試著把它平均分散到這個兩個 好或是三個這個availability zone 好那你就有這個multiple availability zone的這樣子的support 可以嗎好這非常簡單 好那這邊比較這個missing的一個點是cloud from 對不對 你說這個東西呢從頭到尾沒有看到這個cdn的部分 好那要怎麼樣去enable這個cdn呢 好那it turns out也非常簡單 好就是你到你的這個這個這個amazon的這個awis 好那你到這個service這邊 好那你往下拉你會找到這個cloudfront 好那cloudfront的話呢 其實要enablecdn就是在這邊按一個create distribution 好那create distribution 它是說你希望這個cloudfront這個cdn怎麼樣幫你catch 你要catch什麼樣的資料 好那你可以選擇web這樣子 好你不是要做這個realtime的這個application 你是做webapplication 所以webapplication你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webapplication的這個url給他 OK好比如說這個url 那這個url給他之後呢 那下面這個設定你稍微看一下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你就把它按create distribution 好就結束了 它就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幫你catch這個東西了 OK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已經先create好一個distribution 就是已經for這個webapplication 所以static的部分呢 它就會藉由這個cdn自己去distribute到這個edge server 好就是這個最接近使用者的這個server 好所以通常在serve這個static file就會比較快一點 可以嗎 好那這邊各位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說怎麼這麼厲害 就這樣子就結束了 那這個cloudfront怎麼會知道說 這個webapplication什麼東西是static的 這個resource 什麼東西不是static的resource呢 好這個其實你要告訴他的 可以嗎 所以你怎麼告訴他呢 這個是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這個static file裡面的response 加上一個catch control的header OK這個catch control 原本設計起來就是告訴他說 告訴這個client說 我給你的一些東西你是可以catch起來的 所以如果你在那個catch的時間 比如說你可以catch一天這樣 那你在一天之內如果還要這個檔案的話 你就不要來找我 你就直接從你localcatch裡面咬 或是去你的proxy咬這樣 可以嗎 那這個catch control你可以有兩種設法 一種就是你在當時用這個express的這個static middleware的時候 你可以除了給他這個這個 告訴他說static的file都是在distribution這個資料夾以下 你還可以多一個parameter 這個parameter是這個option的這個object 裡面可以放很多option 每一個option就是一個member這樣 你可以設maxedge 那這個maxedge呢 後面是minisecond 比如說你可以設這個一天的minisecond量 那這個時候所有的static 這個dist的這個資料夾底下的file 當這個static去做response的時候 response給client的時候 他都會加catch control 然後maxedge就是那一天這樣 可以嗎 如果你這邊設的是一天的minisecond量的話 那這個時候browser會是thecatch proxy會是thecatch 那這個cloudfront呢 就可以分辨說 所以有maxedge呢 我就可以幫他做catch 就可以deliver到cdn這樣 可以嗎 好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用這個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在這個config file 你不用給他這個maxedge 那你給他一個setheader 然後一樣你可以set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以說catch control 然後這次我可以給他的是smaxedge 這個smaxedge跟maxedge很像 只是差在說 這個smaxedge是給proxy看的 那browser呢不應該去看 這樣可以嗎 不過好像這個chrome 它兩個都會看就對了 好這個不確定 不過基本上就是 反正概念上就是說 就是你可以藉由這個response 這個catch control 然後讓它是有catch control這個header 那這個時候cloudfront就會認為 那個resource是static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就是dynamic 它就不會去catch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實際上看個例子 在這邊我們已經設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你回到這個project裡面 你在用這個 用這個 在server裡面 我們在用這個static middleweight的時候 那你可以試著呢 去給它一個configuration的object 可以嗎 然後告訴它說 這些static 在這個distributing資料夾底下 的response都要的catch control 可以嗎 好那這邊你可以填一個數字一樣 比如說我可以填這個24 然後乘上這個3600秒 對不對 好那這個代表的是 什麼東西代表就是這個 這個一填吧 對不對 你把這個值填在這邊 可以嗎 所以 這個應該不可以這樣寫 你知道嗎 這個應該是 我可以把它寫成是這樣 就是把它變成是templateStream OK 然後 變成是 像這個樣 這樣就可以 可以嗎 好 OK 基本上如果寫在這個 直接在用set的話 這邊是秒 這樣 如果你今天是寫在這個 maxedge的話 這邊是minisecond 這邊是稍微差別 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子 好那 這個也沒什麼 反正你set完之後 那實際上 我們在用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 譬如說weathermoon 我們的production 是我們已經設好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個refresh的時候 你看一下 有些東西就會有catch control 這樣 重新 就是這個weathermoon 所以你可以看 有些東西是static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png 那這個png 我們切換到這個network 這個tape 你點一下呢 你會看這個response的header 你會發現 這個response的header 有catch control 而且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值呢 就是我們剛剛設的一天 這樣 那有些東西呢 是dynamic的 比如說像post 這個是dynamic content 那dynamic content的話呢 基本上你看 它就沒有catch control 它的response的這個header 沒有catch control 對不對 原因是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在我們的這個servercode裡面 會加catch control的 就只有在 這個 這個distribution 這個資料夾裡面的file 才會加catch control 對不對 那你平常在handle這個post的時候 在你的這個router裡面 你response的時候 你就responseJson了 你並沒有特別去設 就是說我要是什麼樣的header 這樣子 當然你可以設就是你沒有設 這個時候 by default就不會有catch management 所以cloudfront就可以區分說 原來這個post我不能catch 可是像這種statify png啊 這個css index.bundle vendor.bundle 這種東西你可以看到都有catch control 可以嗎 所以cloudfront就可以幫助你去deliver到 這個cdn上面去 可以齁 所以這個要把它enable起來也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這樣做就好 好 所以 如果你follow到這邊 好 那 沒有問題的話 那恭喜各位 你們把他deploy上來 你們就有一個 還蠻這個 不錯的deployment 至少就是從這個業界的觀點 來看的話 至少不是太toy 這樣子 不是那種就是exercise 這樣子 好 那這邊的話最後就是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你用cloudfront的話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virginning 因為如果你是這樣 你用這種方法去告訴cloudfront說 哪些東西是可以catch 哪些東西不能catch 其實這樣是對的 你這樣做法是對的 只是說 這樣子的話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virginning的問題 就是因為client 這個browser 或者是proxy 就有可能會catch一些舊的 你沒有update過的 就是update之前的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 這個某個image 或是某個javascript 可能被我update 可是 如果你當時呢 在設有這些static的時候 然後設的這個maxedge是一天 那你可能就要容忍 就是在有一天的時間之內 在exercise你這個website的時候 有一些client會用舊版的 有一些會用新版的 可以嗎 所以你的API可能就要 可以區分舊的user 跟新的user 比如說新版會exercise 這個URL 是API version 2 那舊版是access API version 1.8 那這個要做到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在這個code裡面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這個server這邊 我們在使用router的時候 前面多個API對不對 多這個API 不是為了要告訴它是API 就是這邊的話你如果多一個的話 你可以用同樣的router 可以在這邊你就可以打API 1.8 可以嗎 那你有新版的話 這個router就可以放到這個 新的router跟舊的router 你可以同時並存 可是舊的是1.8 然後這個新版的呢 變成是比如說這個是1.9 然後這個是新的router2 可以嗎 你就可以做到類似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versioning control 那同時你就擁有這個 比較好的這個content deliver的能力 那同時又不會break這個compatibility 這個version又不會mix up這個version 可以好 那這邊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嗎 好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server的deployment 好 所以這個到目前為止呢 其實我們就把server講的一些東西 那大概都overview了一下 那這邊有一些further reading 比如說 有些同學應該會有興趣說 那我看了一些網站是https 對不對 就是它的這個cline跟server之間的訊息 是加密的 可不可以做呢 好 其實有aws的話其實也蠻簡單的 好 就是你去申請一個這個SSL的certificate 好 那稍微follow這個documentation 做一下操作就可以了 OK 好 那這邊也有我們列的這個分別有 forproduction environment 好 就是有這個load balancing 且auto scaling的environment 跟single instance environment 的這個步驟 好 那你說 老師這個我如果想要 自己有自己的domain name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對不對 就是花錢去買一個domain name 只要那個人沒有被註冊過 比如說 www.wethermoon.com 這樣子 那你如果買到一個domain name 然後你follow這樣的步驟 你就可以讓 elastic beanstalk那個URL 變成是你的這個 這個什麼什麼什麼.com這樣子 可以嗎 就不是那個elastic beanstalk.com這樣子 可以嗎 好 好 那這邊的話呢其實 elastic beanstalk 除了這個這個剛剛講的production 跟staging的environment 沒辦法 他第一步還可以幫你create一個叫做 worker environment 好 那這個worker environment 我們並沒有在這個這個 這個weathermoon裡面 並不會用到 可是你可能會有用 就是說 啊 depends on你的service 你可能會有一些CPU bound task 比如說 你可能是要做一些 偶爾呢 user會summit一個request 那這個request呢 其實要滿足他呢 其實你會做到 大量的這個資料分析 那分析完之後呢 才return user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這個 這個server切成 前景跟後景 就是foreground的這個server 跟background server 這個background server 我們通常會稱為 叫做worker 這樣子 那foreground server就是不斷的 接收這個user的request 不過他做的事情就很簡單 就是把這些request 丟到一個queue裡面 然後就return user 所以還是很快 這樣 所以前景你可以用js寫 Javascript寫 可以用node的js寫 那這個queue呢 後面這個worker呢 他會跑一個for回圈 不斷地去從這個queue裡面decode dequeue一個這個task出來 然後去run它 那這個task可能run很久 這樣 所以你可以有多個worker 然後分別從這個queue裡面 去dequeue說 不同的這個task 可以嗎 那這每一個task 基本上可能 你可以假設還可以run 一段時間 然後把run好的機構 在寫到database裡面 然後這個 這個當時呢 這個前景的這個process 他把它丟到queue裡面的時候 他可以跟client講說 你十分鐘再來check一下看看 所以接下來十分鐘 如果這個client 進來check的時候呢 如果已經做完 那database可能就會有結果 所以這個forground 就去database裡面 把這個結果撈出來 給user這樣子 給client這樣子 可以嗎 這是一個這個worker的environment 所以他就可以去讓worker呢 去做到這個cpu bound的task 如果他要算很久的話 而且不會影響到這個forground的performance 可以嗎 好 那這個結構的話 如果各位覺得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去follow這個link 去看一下怎麼樣做到這個work environment 這樣 那中間會用到這個amazon另外一個service 就是sqs 就是simple queue的service 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部分 好 那各位回去的話 請自己稍微練習一下 確定就是說 你可以把一個這個 我們的這個example的這個application 然後真的deploy到這個amazon的server上 OK